法国的媒体最近公布了中国的歼16在东海驱离法国侦察机的过程 中国的歼16驱离法国侦察机双方玩了一个捉迷藏 非常巧妙 法国的是世界报 它报道了中国的歼16驱离法国侦察机的全过程 它说是在中国东海一架执行监视任务的法国巡逻机 被中国的歼16驱离 它说法国海军和其他国家是一起进行所谓的干预 这里边有澳大利亚 有日本 有加拿大 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主要是在南海方向 有时候也在台海 那法国和日本就奔着这个东海 咱们知道英国人也准备在日本驻军 所以非常清晰啊 就是未来这是常态了 那这个主要全是美国的盟友 说呢 在一架监视任务的法国巡逻机 在东海进行监视 那法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所谓的监视 要确定在这个区域啊 就高度紧张区域啊 这个确保啊 情势安全 或者是他们掌握这个态势啊 说中国战斗机歼16啊 雷达操作员 发射火控雷达啊 照射了法国海军的猎鹰侦察机啊 就是歼16发射啊 雷达照射 那这个法国侦察机 当时是在东海上空巡逻 监视啊 所谓的石油啊 煤炭啊 沙子啊 这些运输船啊 这个具体情况 那就说海上交通线的这个监视 那法国媒体说呢 法国侦察机啊 这些巡逻机啊 不容易 说几乎每天通常驻扎在琉球群岛 加上那基地啊 然后法国海军25 F中队侦察机 会飞越啊 这个黑暗的海域 说这个侦察任务是由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啊 九个国家进行 法国是唯一一个印度太平洋地区持续存在军事存在的欧洲国家 因为其他国家大家知道啊 他在法国确实在印太地区有殖民地啊 其他国家确实太远 欧洲国家 每年啊 都会来自波利尼西亚或者新卡里多尼亚 护卫舰还有飞机到这个地区巡逻 十月底的时候一次中查侦察 法国海军侦察机在密切关注海面的动态 说一次中国的空军歼16 与法国侦察机保持距离 殲-16的战斗机啊 开始嘲弄法国的利盈侦察机 与法国侦察机玩捉迷藏 殲-16战机呢 一会儿从右到左移动 一会儿呢 躲到云层后 再重新出现 法国媒体报道说 那是两架殲-16啊 这个交替的在跟法军捉迷藏 咱们知道一般战斗都是两架 那么 躲在云层后面重新出现以后 两架的殲-16轮流出动 那法国的侦察机上的任务军官 说呢 殲-16战机 殲-16法国侦察机 一个多小时 创下一个记录 也就是说一直在跟踪的 大家知道这条航线啊 它在东海方向这条航线 这是一个中国的重要的经济啊 这个啊 经济动脉吧 你可以想想海上的航线吧 那法国人认为自己还可以像当年一样 是吧 在整个的这条线上 由什么西方国家 是吧 这九国家来控制 这个海权其实就是代表你在海上啊 这个相关的巡逻能力 那现在看到解放军也针对你进行了监视啊 就是说我用战斗机啊 就对你进行监视 所以这个支空拳支海拳实际解放军找我啊 一个小时 足以说明解放军这个啊 实际对于美军啊 是对于法军的一个啊 这个重视啊 创下记录 那这个歼16战机啊 在猎鹰 就是法国这个猎鹰侦察机上空盘旋 所以实际真正占优势的是解放军啊 这个法国军官说我们不用分心啊 法国海军侦察机指数官一直提醒啊 不要分心啊 就是你要对海上目标侦察啊 对这运游船呢 运输船呢 这个歼16啊 这个曾经在6月份啊 与一架这个法国猎鹰侦察机执行相同任务的 这个加拿大P3反简机遭遇啊 当时歼16把它驱离了 是放了这个啊 这个应该是销弹吧 把他驱离 当时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 加拿大反简机就只能改变自己的航迹 那个事件被媒体曝光了 那这一次法国是在东海啊 10月26号的这个下午1点左右啊 这个猎鹰侦察机啊 从琉球加尔纳基地起飞 前往东海钓鱼岛附近进行侦察 大家看啊 这个居然是什么 是法国飞机跑到东海钓鱼岛附近侦察啊 这意味着法国的这个猎鹰侦察机在侵略东海啊 对吧 咱们解放机必须要做反应啊 钓鱼岛附近那是中国领 那就遭到了中国空军歼16的这个枪有力 谁控制这条交通线或者谁控制这个区域的整个的控制权拿到 未来啊 这个区域啊 那就是谁的啊 所以他其实还是要搞这个所谓的海上封锁啊 中国的这个啊 派歼16区啊 法国军力出现东海其实很罕见的啊 咱们也知道他没有长期性啊 因为他这个能力有限啊 你看这九个家为什么联合 他就是他只能啊 这个到一定周期他就回去啊 他不可能向中国天天都可以24小时呢 所以他只能是九个家联合 实际就是这些这个以前的这些海上霸主啊 一直还在做梦 单凭自己没能力了 他们办几个人联合起来 法国想妄图显示自己的西太平屋存在 这就一点 这几个都是什么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都是想显示自己存在 但是能力有限 怎么办呢 他们在一起啊 搞这么一个啊 合作啊 伦班上岗 这次美国被狠狠的打脸啊 这个法国啊 被狠狠打脸 那法国现在啊 这个侦察机被歼16啊 给这个驱离 上一次是澳大利亚啊 是加拿大的 澳大利亚也被驱离过啊 新西新西兰的也被驱离过 美国方面已经评估了歼16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能力了 驻海航展也展示了啊 这个歼16 大约现在啊 美方啊 这个专家认为有300多家了 其实是比苏35还是啊 还是厉害啊 美方认为呢 最受期待的军事活动之一就是啊 歼16战机的展示 说这个编号是1105啊 这个歼16的用 这个是中国生产第11批次歼16啊 所以俄罗斯呢 已经开发了一些这个先进的这侧位飞机 包括苏30啊等等啊 包括印度也购买 但是歼16和歼15B舰载机啊 被认为是起今为止啊 这是中国改进侧位飞机最成功 也是世界能力最强的啊 已经超过俄罗斯了啊 说歼16现在每个批次大约24到30架啊 生产了至少11批次 就表明歼16战机规模大约在300架了 这使得歼16成为世界上当个国家部署最广泛的重型战斗机了 这就是说歼16啊 生产速度远高于世界上其他的任何重型战斗机 歼16呢 现在生产速度能够是苏30、苏34、苏35两倍多啊 除俄罗斯以外呢 唯一生产类似重型战斗机的国家就是美国呀 美国的F15 但美国F15每年生产不到10架 歼16是尽管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啊 AL41实量发动机 但是歼16它在它的领域啊 这能力啊 非常强 就包括它可以使用更先进的复合材料 集成这个AESA的有颜相位为达啊 PD15、PD10的远程和短程的空洞导弹 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 坚实有多用途战机呢 能发射世界上射程最远的空对空的导弹 能压制轰炸机、预警机 而且可以击落 咱们讲700公里就是那个PD17 美国媒体现在不如照型号 那就是PD17 那300多架规模啊 那就意味着中国啊 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重型战斗机啊 对吧 所以你这个法国的侦察机啊 也好啊 就是什么澳大利亚、新西兰呢 加拿大、日本呢 这些侦察机现在啊 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在这个制空权上还得看重型战斗机啊 意味着中国啊 几乎和俄罗斯和美国 这个歼16数量300架意味着 就是美国加俄罗斯 它的重型战斗机数量之核 只是中国的歼16规模 就中国是你美俄两家的核 那歼16战斗机在空中啊 作战区域啊 非常大 它发挥一个核心作用啊 从南海对吧 东海、台湾海峡 歼16比大多数的这个啊 这个周边国家 它拥有的这个能力啊 都强 中国这个投入更多力量在歼20啊 包括未来的歼35啊 可能这个歼16要保持这个啊 生产啊 这个生产线可能啊 并不很久啊 中国要升级嘛 但是啊 但是即使现在也看到了 歼16现在是啊 完全是压倒这个西方了 就直接按照现在这个歼16这个能力 也已经压倒西方了 未来的歼35、歼20 那西方更是没有能力了 所以说加拿大也好啊 法国也好 他派这个所谓的侦察机啊 在这一带活动啊 不明智啊 自取其辱 这中国还没派G20呢 也没有派歼35了 只是派了一个歼16 歼16就已经碾压性了 说白了这个美国也好啊 法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他这个整个现在的作战体系啊 其实他只认为自己啊 能够在这活动出现啊 就认为自己啊 有这个能力 实际不是这个啊 自己的飞机出现在 而是一个体系啊 法国侦察机 他要从琉球起飞 大家想想 没有琉球 对吧 就没有加尔纳基地 没有美军给你啊 这个基地让你起飞 你这个飞机都过不来 所以它是一个体系啊 那这个体系啊 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啊 就是战略能力上 那就说中国啊 完全有能力 把你这个起飞基地给打掉 也就是中国有能力 监控你的这个起飞基地 你从加尔纳起飞啊 有可能中国就已经在 在监视 然后派遣留上了 说白了 你这个起飞基地都已经不安全了 你这个起飞基地